你的快递信息正被买卖 最低两元一份 还有鄙视链 原标题 你的快递信息正被买卖 最低两元一份 居然还有鄙视链 对于消费者来说 在享受网购便利的同时 仍需提防个人信息泄漏的风险 贴在快递包裹上的面单 正成为部分人手里牟利的工具 但通过QQ群检索 仍可找到多个快递面单交易群 为了逃避系统监测和打击 不法分子会使用一些暗语来代替 快递面单通常被简称为料货 一个人购买的产品 收件地址可以反映出消费水平 通过面单收集来的个人信息 罢多用作推销 需要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在中心经纬记者 以买家身份采访过程中 有位自称是某快递公司 负责扫描面单的人士表示 他每天大概能接触5000单快递 有充足的面单出售 据悉 诈骗分子通常会冒充电商客服或快递员 使用的诈骗手法包括发送客户链接 骗取银行账号信息快递医师 商家理赔等几类 中心经纬记者注意到 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 用户数量巨大 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个人信息保护法 特别规定了其需要旅行的义务 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和规制度体系 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 接受社会监督等 专家介绍 快递行业的隐私面单 之所以没有大范围使用 一方面是由于部分用户在寄送快递时 没有意识勾选或使用不便 另外 使用隐私面单也会给快递员增加额外工作量 大范围使用不便 发生比心